如無意外的話,我們今天可以進去中介龍挑機 但是在這個前提,我們必須要打造救世神裝 因為單憑我這個Emberwork 以及這些新的硬化鑽石海甲 已經不足夠去應付中介的怪物 所以,看到嗎? 我已經是準備了相當不充足的材料 去打造我們的超強套裝 我們差一點就齊夠了 但是也不要緊,我們先合著一把劍 你看看,這把劍是傳說中的 你們叫了我做很久的 Espace of the end 想都不想,直接拔出來 對比一下這個攻擊力 加100,你看這個才加一個80,38 有了它之後,我應該直接傳送到區域 可以傳送多少次? 是不是可以空中? 哇,可以空中連傳送 傳說完之後還有加速 哇!非常之厲害 但是這樣是不足夠去提升我們的攻擊力 因為我們還差這幾本的苦魔書要合下去 你看,我已經是萬事俱備了 你看到嗎? 這裡有個苦魔的小秘訣 就是你一定要像我這樣 把幾本的苦魔合到同一本書 你先逐一把苦魔書合到這把劍裡 這樣你的level會會省了很多個 我們先合到最重要的苦魔書 這個Trapness 5 36就有4個苦魔 多划算,直接按下去 然後來到第二個苦魔 當然是先上這個Enderslayer 都是吃我48的 你看,多了4個苦魔 但是我們是不足這個經驗評的 所以我們要很奇怪的 是用這個稿 沒錯,大家聽得沒錯 是用這個稿去刷這個玻璃 因為這個稿會直接把刷了的東西 直接把刷直接變成玻璃 你看,這些就是用頭腦去玩遊戲的玩家 哈哈哈哈 沒事沒事 我們其實不用弄那個什麼Titanic的EXP Bottle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需要200level 反而弄這些更刷 18支應該夠我用吧 我想,是不是 你佔了那麼久,46level 我決定下一本書是選這個 Giant Cutler 75勒而已,不是很高的 不是很高的 Giant Cutler 然後下一個level 我決定是苦魔幸運5 Kubi神 那更加有效 你看,都是需要 為什麼更便宜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67勒呢? 剛才也差幾勒 為什麼? 什麼事啊? 哇,超值得玩的 用這個苦魔方法 你看,這個 哎呀,我不夠level 這裡可以再教大家 其實還有另一個方法 可以刷經驗 就是把你的島 所有的奴隸 變成鑽石 其實你在家裡也可以刷經 但是我現在就 沒有啊,沒有設計到這樣的東西 因為我不想浪費那些minions 我們要留下那些minions 去做其他事情 如果你呢 那些minions 你嫌不多的話 你又好像我這樣 放在這裡 那你家裡掛了一會兒 就已經可以去刷經了 聰明玩家 表演,你看 我們去到第幾個level 我們去到第幾個苦魔 我們去到第16個level 67勒 差最後一本苦魔書 那些人會不會過100勒呢? 是不需要的 他只是69勒而已 哈哈哈哈 這個這樣的方法 你看,這個 TD哥的頭腦 嘖嘖 你看,你們還在下面留言 你們上集還在說什麼 我出現那個EXP教學篇 你們還在說 哎呀,我下一個苦魔要200level 好慘 你看,TD哥齊了所有苦魔 69level 7支經驗瓶 夠不夠用呢? 夠不夠? 差一點 哎呀,剛剛好 我還在想要去抗洞掘 你看 用了我兩套都沒有的 這些青金蛇 就已經是 可以把我這把劍升級 做頂級的 Expects of the end 其實是所有苦魔 嘖嘖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這裡 你們是會發現 差一個苦魔的 是差了這個 我弓箭上擁有的 Teniconesis 這個會把怪獸物品 直接吸進你的袋裡 為什麼我不苦魔呢? 哼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我首先要去借別人的傳送門 你請等等 哈哈 哎呀,家臣啊 來啦 我進去你家裡 順便參觀 不要啦,不要參觀 這些好像不能出街 我保持低頭絲故鄉 我要找他的傳送門 在哪裡? 我不知道家臣的島 是有沒有拍片 所以我們只是想借他的傳送門 不是劇透你們 不要賴我 首先我們是要去高麥 因為這個金礦裡面 頂層的NPC更新了之後 出來 他又可以直接幫你 把你的武器 或者你的任何工具 做這個Teniconesis 給你 只是100元那麼多 所以我還可以省下 最後一些 等級不用負魔 你看看 哇! 嘖嘖嘖嘖 這樣就齊了20個負魔 我們 200層都不需要 做什麼什麼 Titanic的EXP波圖 根本就浪費了 其實現在直接可以實測一下 這把劍隊打一下 人家是多少 扣多少 直接找些 臭蜘蛛 來啊 出來啦 特地起個欄杠 困住你 來啊 五十多尺 一刀 完全沒有傷害 是不是因為太高 還是怎樣 這些蜘蛛多少 麻煩你斬下去 都不是我看到好像 嘩! 寶劍是扣成1900 Oh my God 這麼厲害 我這把 這把垃圾 這些垃圾 可以直接變成火焰粉 現在是 說笑而已 這些TD叔叔 不是這些 那麼浪費的人 遲些有機會送 這把 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嘩!你看這個 這樣的範圍攻擊 還要打一隻 有可能打幾隻 這些 乾蜘蛛 打到一多 我旁邊的都會受牽連 就好像一個 Cleaver劍 因為我們有Cleaver 苦魔 真的 屈肌 同時我過去收割 這些南瓜西瓜 你看 不用用這個 哎呀 算了我不夠摸 我差一下摸 我打算不用用 這個 刮波嬌 飛上去 直接用這個 Expert of the End 接下來了 開始製造我們的裝備 首先 第一套裝 就是這個 Skeleton 頭盔 它有什麼用呢 就是你穿上身後 就會有那些 圍繞著你的 護航骨頭 就可以幫你抵擋 接下來了三次攻擊 接下來了 就是這個 守護者海鴿 哇! 如果你沒有血的時候 直接抵擋第一hit的傷害 但很可惜我們 已經不夠經驗去父母了 我們的青金石已經沒有了 全都在這把劍上面了 所以我現在又要借家臣的傳送門 去我們的鑽石礦那裡去掘礦 請大家等等 哎呀 有音樂聽喔 我現在跟上去之後 我剛才也沒有留意 叮叮叮叮叮 關了音樂 為什麼還在播放 哈哈 哇!真的瘋了 有這把劍之後 你看看 過經驗藥水都過了4分鐘 我已經61L 哈哈! 即是我是5分鐘可以上64L 神經病 因為它走得很快 我有這把TP劍之後 一TP劍之後 其實可以衝過去 硬碰它 又可以直接衝過去 這些掘礦 現在上64L 根本就是轉眼間的事 哎呀! 哎呀! 這樣就64L了 哎呀! 哎呀! 那又有個高負責 哎呀!真的 為什麼呢? 很遺憾的是 在我走出去找遊戲的期間 這個creeper仔 還有這個蜘蛛仔 掘到那些 這些資源 都是不夠我做下一輪裝備的 但是不要緊 經過上集 我們做了這個仙人獎 種植牆之後 我們已經變成了 百萬虎翁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動用 我們的資金 去買我們的材料 然後你們可能會問 喂!其實你可以去拍賣會 賣這些材料去 哇!很多人啊 差點找不到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拍賣會 其實我也想買 我嘗試買的 但是有些神經病 你知道嗎? 我出10萬元 11萬 他再帶我13萬 但是其實他是 但是其實這個13萬的價錢 你比我去NPC買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同時間 我嘗試想買一些線 你看他的價錢 你也貴到 18萬 神經病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想什麼 其實你還可以去NPC買的 其實那些線 只有10萬一條線 即是你計算一條數 你整隻負魔線 你去NPC買的 你差不多是12萬2千左右 我不明白那些價錢 那些人出價要貴過13萬 其實他們是虧了的 哈哈 我這裡直接去NPC買了 要是 我用不著在拍賣會買 拍賣會那些人 老妝屎 這些就是 不用腦去玩遊戲的人 連計數機都不懂 是就是再煩一點 你要自己 合過那些線 哈哈 好了 過了不是很久的時間 我們終於齊了這套套裝 當我穿上身的時候 你們就會看到這條 結甲的可怕之處 解鎖這個成就 秘密套裝 魔物獵人 聽得到 他有這個套裝效果 膚色bonus Monster Hunter 比怪秘密打的時候 減少25%的傷害 同時間 打怪物的時候 都會增加25%的傷害 嘖 哇 即是說我現在 哼 拿這把這樣的 救死神劍 打一隻怪的時候 我應該會超越 2千傷害 準備試試找一隻Skeleton 來開刀了 哇 2千025 這個都不是他最高攻 我相信他如果 如果暴擊得厲害一點的話 甚至有機會超越2千5 不過這裏不試了 嘩 這個鑽石裝 嘩 丟掉了 不叫了 拜拜 說笑而已 你真是神經病 TD哥哥當然不是這些不珍惜生命 不珍惜這些財產的人 有機會我可以送給大家 這套裝 送給新手 如果你還未有的話 遲些可能開台做一些劑化活動 你來到我 我來送裝給你 哈哈 Win Win 然後來到我們實測技靈的時候 先讓怪獸打一下 他打我一拳 兩拳 三拳 四拳 五拳 好像四五拳 差不多四下 頭那幾下攻擊力 是完全可以被我無視 這套裝甲 因為我的骷髏骨頭護航 看到嗎 然後看看他的防禦指數 看看怎樣 323這個防禦指數 打我頭一拳 是被我這個骷髏骨頂住了 繼續打 讓他打 對 防禦指數你看 非常OK 打很多拳 我們才扣到一半血 他自己死了 還要 同時有個creeper副效果 砰 看到嗎 為什麼會爆炸 就是因為這個creeper副 如果我們的生命 去到20%底下 他就會爆炸一次 那就會清除附近所有的怪物 同時我的蜘蛛蟹 就可以被我們double jump 現在試一下 跳上去的時候 按兩下 哇 是沒有什麼用的 這個 我不如用Grabbling Hulk 如果他配合Grabbling Hulk 應該可以再飛近高一層 我們試一下高樓地的地方 我跳高了 double jump 再Grabbling Hulk 是可以得到的 其實不如你直接扔Endepro更好 但也有些用的 你掛蜘蛛蜘蛛的時候 你就double jump一下 然後再飛走 這個套裝是OK的 然後我們還有最後一個步驟 要做的就是 首先要拿50萬出來 為什麼要拿這麼多錢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重新重駐 我們手上的武器 我希望不需要用到50萬 因為我們只需要一個特別的重駐效果 我們是要找Smart和Wise 那我們就有很多的智商 這個TD哥哥 用腦玩遊戲 當然要用一些有智慧的屬性 我最想要就是套裝可以加智商 這個Smart加18智商 OKOK 那智商有什麼用的呢 就是會增加你的MP 我們看看找不找到Wise Wise是最好的我覺得 就加最多智商的 我們都找到一個Smart的 要先 然後到劍 我們要這個Spicy效果 或者Godly也可以 其實 但我想要最強的 你明白嗎 捉運就是要貪心 我們現在有50萬了 看看可不可以撞到一個Spicy出來 喂我負摸到這個Legendary 喂 那它Legendary還是Spicy厲害一點 聽聞好像Legendary好很多 我是不是腹腹腹腹撞中了 還是怎樣 我先留著這個 我不肯定這個 真的要塗一塗 然後繼續到裝甲 一定要 咦有Smart 好留著 我們作不到Wise 始終我們看了全套Smart 是不是收貨 先收貨 我們現在有240多摩 266摩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在這裡 直接飛到中間 看到嗎 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 這個就是智商的重要性 好了來到最後一步了 你們都叫了我做很久了 其實我一早已經做了 不要在鏡頭面前 展示給大家看 就是去找齊所有的Fairy Show 其實我有一天是屁股行 在Youtube找到一段片 然後跟他做完 找完所有的Fairy Show 你看我給大家看看 我還有146個美容 現在在鏡頭面前和大家做了 嘻嘻嘻嘻 好痛苦 按到204樓 不知道最後按到可以有多少血 嘻嘻你看看它越來越多 看不見 本身加5HP 現在加7HP 加上Speed 這些Fairy Show 果然厲害 看看最後我們會不會突破1000血 用這個 旁邊那條應該看著我 嘻嘻嘻 看到我的血在一直上升 飆上去 原本有700多血 現在到800多血了 嘻嘻看來他也有相同的做法 看他200多血 升成300多 哈哈哈哈 但是 哎呀你真的不夠我多了 哎呀 當然是找完才一次來升級的 你看看 哎呀不夠了 我們差不多有1000血了 OK的了 你還想怎樣 還不夠做嗎 好了 是時候了 你們大家看到這麼久了 看著我在這裡 搞一些裝備 搞了一整年 不要緊了 我們終於要出發去中界了 我先進去一次那麼大把 馬上走出來 因為免得被他劇透了 對吧 在我未有這套裝甲之前 我也在這裡立下 這套誓言 是絕對不能夠來中界的 嘻嘻現在就今時不同往日了 我們 好啦我們是時候要進來 出發在這個深層那裡 嘻嘻 找這些開刀打了多少刀死啊 我要 OK兩刀 嘻三千多血我打他 哈哈哈哈 如果一刀暴擊的話 可不可以一下打死他呢 都是不能夠過3000血的 他想 他很努力地嘗試打我 但是打不到 因為我們有這套裝 頂住了這些攻擊力 直至無視頭四下傷害 非常之厲害 你只能打這些Anderman 完全沒有難度 嘻嘻打他 真的有大量的Anderman 我也是 我還要在家裡生 那些Anderman生怪傷 我們繼續落下一層 看看有沒有新的掛物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沒有用的 沒有意思 這個怎麼會發光啊 這個 掛了下去 是不是會給什麼錢 還是怎樣 叮 有什麼用 給我一些廢物 可能我的運氣不夠好 嘻嘻 嘻嘻 沒事的 為什麼 這麼高跌下來 都不夠一格心 為什麼 這些全部都是只有這些怪 有沒有些厲害些少 啊 TD叔叔 特地弄我這套裝 以為我也要很吃力 打這些怪 原來不是的 很輕鬆 我們怎麼辦 很容易玩啊 這遊戲 又有了 這些發光磚頭 嘻嘻 中伏啊 神經病 給我這些 什麼獎賞都沒有 那看來 又有了 有沒有給我錢 大哥 嘻嘻 992元 多謝你 找到這個新的符文 咦 還給我一些經驗 還給我 OK 又又多一顆 給一些正東西 洗一洗吧 嘻嘻 嘻嘻 兩千塊 一塊東西 喂我不用在家裡 慢慢在等那些西瓜 南瓜種植 大哥 我直接在這裡 洗錢就行 嘻嘻 這些原來才是真正的百萬富翁之道 上集做什麼鬼 先人掌種植 在這裡一挖就是二千多元 神經病 這些 上邊有很多火啊 我們是不是來適合路啊 應該是前進去 在那個方向出發 就應該沒事了 嘻嘻又有1500元 為什麼賺錢這麼容易 嘻嘻 這個就是鬼門關 是吧 死亡之門 整萬三個的這些 我試試打一隻 打不打到他 暫時他都打不到我 因為我 我太強大了 這個Skeleton頭盔 嘻嘻 為什麼這麼多藥水掉給我 嘻嘻 嘻嘻 這裡很多東西拿啊 神經病 我一直打這些人都可以 這些 都打不 打不到我啊 這些契弟 你看到嗎 嘻嘻我現在解釋了新的成就 我現在要打一個 Fight a Dragon 嘻嘻 嘻嘻 好大 這個位置 中間有個 祭壇在這裡 直接衝過去看看 嘻多人不要 下面好像非常危險 是 好像有些新的怪物 還是怎樣 這裡 我們又可以打一下這些怪 這些 這些萬三 目前來說是 最大型血量的Enderman 嘻嘻先 去中間出發看看 參觀一下大家 其實不用參觀了 我現在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大哥門 來的了 有這樣的波圖 是不是要齊夠 Eyes of Ender 全部放進去 嘻嘻水啊你 哪裡來的 你哪裡的 這麼夠軍 打T.D.叔叔 我想是要 不知道在這裡打一些怪 然後 拿一些水晶 放在那裡 那些Eyes of Ender 我猜那隻 蘇雞龍就會出生了 嘻嘻 真的很慘啊 這裡的人全部都不自量力 以為他能打贏這些怪 你看 好想你學T.D.叔叔 弄回這個 這麼有料到的套裝 你先來搞這些怪物 嘻嘻 這些BB隻都2300血 嘻嘻 你很慘啊 你 需不需要我幫 他很狗啊 他現在在這裡屈人機 你看到嗎 嘻嘻 想打我 Creeper套裝 炸到你一旺 死吧你 死了 死完之後 就會生個B出來搞你 嘻嘻 你這樣打很狗啊 不能夠這樣 我 這隻怪 你好像你馬上搶怪 你這種人渣敗類 要打就堂堂正打嘛 好像我這樣 我差不多死了 大佬 不要啊快點走啊 打死完走 立刻拍我走 走啦 我有這麼多魔 狂用 直接飛回去這個大門 拜拜 哎呀 哈哈 走得這麼快嗎 那些怪 這樣就沒了三千多元了 不要緊的 嘻嘻 這裡的人全部都在等飯吃 他站在角落 沒有人搞到他 他就像這個人一樣 瘋狂在那裡拆 Enderman 這個人很狡猾 打都不用打 根本 這些怪很厲害 死的了 我要 打死了這隻怪 嘻嘻太多太多 拜拜 嘻嘻 走了你 上不上來 哈哈 好正 這套當真是 加智商 果然好 緊急逃脫了 我是不是可以這樣屈他機 你站在更高的位置 可以瘋狂地砍他 你看他又打不到你 你看他已經發怒了 瘋狂了 你過來搞天天叔叔 那些人就是在這裡這樣屈他機 你根本沒有裝備 其實都可以打這個DN的 你在這裡這樣屈 你看 過來 過來搞我 搞我 I can do this all day 哈哈 這套有多Enderbell 拿我 我弄多把這個中介劍都還可以 現在真的 喂兄弟你沒事吧 這樣屈怪 屈機了 我的這些怪 搶了什麼 It's mine 搶你裝了什麼 打我啊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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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他們會過去那邊 什麼事啊 Hello I am here Kill me I am here 幹什麼啊 他們 他們的Pathfinding有些問題 他們說Hypixel 不懂死這個Pathfinding 找不到路 你看什麼都看 我們可以看著這個兄弟怎麼死 哈哈 冷眼旁觀 他好像很厲害 等我再來一臂之力 其實我過來是收拾一下你的雞 你既然這麼厲害 做了坦 那給我吧 他快死了 不要緊 等TD哥哥幫你收拾一下雞 不要緊的 女兄弟 哎呀 他神經病 他穿了Obsidians的海鴿 打了十幾雅拳都不死 這個魔物獵人海鴿 我唯一要投訴的東西 就是他眼尺飛來飛去的葫蘆骨 是會阻礙你的骨狂的 這個搬著一個箱子 這個 是不是比較厲害 還是怎樣 不要炸死他 不要炸飛他才行 我要打死他 這隻 喂 我死了 他拿著箱子 拿著中介箱 快點衝下去 神經病 那隻鬼應該是厲害的 我不應該衝下去和他打 我都心急過頭 他打我痛很多 比其他怪 有沒有搞錯 我去那個位置 不要走 其他怪別管 那隻鬼 被人撿了雞 很可憐 那隻鬼應該是萬中無一的 是吧 神經病 這樣就錯失了 真是這些 神經病 現在讓我研究到一個無賴的方法 像這些人一樣 你首先引一些Anderman過來 然後TP上去這些坡 他從不會打到你 你又打到他 非常之矛 這個人 我想要明白這些人 為什麼要站著慢慢打 是因為這樣非常有效率 我們都是成為了其中一個人 渣敗類 你知道嗎 一次過忍幾十隻 怕都沒怕過 我有這個TP劍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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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過去躲起來 哇 飛得太高 有這個什麼傳送劍 世事任何難度都沒有 喂 又是這個拿著盒子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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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著我 我不會下去搞你 厲害 快點過來 對 快點直接打死他 看看會出什麼寶物給我 拿著這個盒子 喂 你不要撿雞 這隻的契弟 結果是有這個 這個 可以合成什麼 這個 是不是這個是 那些燃料 可以提升資源收集效率 還是生產效率 不是很明白 要研究這個 好啦 我們洗完這一輪 今集就這麼多了 我想我們下集之後 聽完你們的研究 我們才知道 到底怎麼生一隻 中介龍 拆了這麼久 我都沒有 我只有水晶 好像 雪維希有些 其他都 只有藥水 也有些 各位小朋友 我們下集有機會再打中介龍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